手語那個啊 他連我們那時候訂... 結婚在苗栗請的時候 那我的那群朋友 跟所謂的伴娘都一直猛吃啊 因為很好吃 然後他就這樣 我的裙擺就一直被踩到 他就直接遠遠之間這樣子 然後那群朋友就全部這樣看 那是什麼東西 他就說 真的有過來 什麼意思 就說他們就... 我們就畫圈圈 我說一個人來 你沒有他們一直這樣 就是他們以前... 然後他很兇的臉也是這樣 沒有一直這樣 就更難懂 只有球員理解對不對 對 然後一個人過來幹嘛 就是大家在吃東西啊 三號 對啊 就是他會有職業 然後他回家的時候指責妳說 妳怎麼又什麼 通常都是跟乾淨有關嗎 大部分 所以比方說妳有一個化妝品 沒有歸到櫃子裡面去放好 他就會說妳怎麼又忘記 把東西擺回去 因為他只是說我做... 因為我們家後來裝潢的時候 他花非常非常多錢 在木工上面 大量的櫃子 對 因為他有些東西會 有時候忘記 他會放到我的櫃子來 所以因為我的東西 就是在我的地方 那我都知道大概在哪裡 對 那他有時候用一用 可能他在這旁邊用 然後順手一打開 他就放回去了 那我要拿我的東西的時候 就一打開 妳的東西怎麼就會這樣 我們很嚴肅的臉 對 把妳的東西拿走 然後放到我這邊 然後放回去 那裡 他蹲在裡面有什麼關係 對啊 因為那是我的櫃子 那是妳的區域 對 我比較希望說我的地方 對 東西就是這樣 不要有一個特別的東西在那裡 不是 因為廁所的那個 瓶瓶罐罐櫃打開 一層是他的 一層上第一層 然後二 三是我的 那有時候我會想我放不下 我就往上放 對... 可是他的就是都排排這樣 而且他都很奇怪 他會把Logo往前這樣 Logo 他姊姊有一次被他嚇到發抖是不是 因為他還有恐怖性 我們那時候搬現在 也是常常有人朋友來 然後姊妹掏很多 那女生長頭髮很容易掉頭髮 可是掉了大概三五根 那每個人掉三五根 那地上就花花的 他就會看到頭髮 他就拿那個滾輪的 那種黏黏的這樣出來滾 可是姊妹們都還在看電視或聊天 說妳這樣燈好漂亮 然後他就在跑 腳拍起來這樣 他壓力好痛喔 可是他是說他沒有生氣 也沒有幹嘛 只是他無聊 因為我們女生在聊女生的事 然後他就在滾...滾他的頭髮 為什麼不等到晚上 大家都掉完了 妳再一次滾呢 可是我看到我就覺得很舒服 很難過 我也會 譬如說他們在我的那個 我整個茶季是那個玻璃的嘛 他們喝飲料也不用那個杯墊 就直接放在我那上面 我就會把它拿起來 擦乾淨放下去 教練吃東西掉在你房間 也被你講過 對啊 因為我很喜歡鋪地毯 那我的地毯是淺色的 然後他在我旁邊吃那個什麼 排骨或是什麼 然後就掉下去 然後我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他 然後我好像就看到 我家裡就這樣 那樣很驚訝的開始 他說怎麼了 我說你排骨掉下去了啦 然後他就... 撿了 然後便當拿就走出去了 然後再也不來我旁邊吃飯 你教練耶 對 我教練 所以連教練也不行嗎 因為我整個地毯就變黃色的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鋪黑地毯呢 黑色看起來就比較髒 他喜歡亮亮的 而且他房... 那時候去採訪他房間 我們一走進去 全部那個...整個廳都嚇到 因為很像那種商務旅館的房間 因為都是木櫃子的話 家裡不是看起來很單調嗎 他的宿舍的房間 然後他還點那個薰衣草的精油 而且點超濃 其他球員受得有精油味 他們都慢慢被我傳染 有的球員也會跌 現在應該好幾個 也都用水晶指甲吧 真的不錯啊 你這個空氣也都香香的 你興趣 有的精進的將軍就好 所以你在家不是女王嗎 怎麼樣的女王 所以你可以義氣指使的人 對啊 你不是可以指使 他把他當庸人 所謂的女王是 他可以不用什麼都... 他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會不會是你在凶他耶 沒有 他...你也看到了 我覺得他的女王是 他什麼都沒有做 因為我都幫他做好了 所以你亞倫 你現在已經在怕他囉 不是 我其實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有認識我很久的姊妹 然後看到他 我跟他相處 他們說你亞倫 終於碰到一個 可惜 因為他覺得 他們覺得 我對他比較沒有辦法 一直用牙的 你可能要轉換一下 他每次在那邊修你的時候 你都沒有後悔過說 我怎麼會選他嫁 可是因為我們吵架 我沒有說過對不起 所以都是他的錯 所以這一點還好 就你要堅持住 他都是錯的 所以他自己兇 然後... 他要... 他先兇你 然後他再自己收場 對不對 對 他要自己收場 我很常兇完他 然後我離開那個現場 然後想一想 我就會說對不起 剛剛太兇了 不然我就會 如果他... 但我有時候口氣就是 不會 不然我就打萬言簡訊給他 一直罵... 罵到嘴 然後他休息一下 他OK 然後再傳給他 所以你的婚姻 我一直知道是說絕不道歉 當然 因為只要有吵架 可是一直挨罵 有什麼好生氣的 不是 只要有吵架 都不是我的錯 因為如果我的錯 我不會讓那個架吵起來 就說是我不好 就就是說OK 好 這個事情然後這樣 就蓋過 我不會說你還要跟他兇 可是如果是一吵起來的時候 所以如果他那邊講 你這個東西為什麼不放好 那這樣子都不接話嗎 沒有 我後來常跟他說 你好好跟我講 我也會去放 你不好跟我講 我就不想去放 那你還不如就好好講 我有慢慢跟他講這個 是嗎 不會啦 那我們有一個玄關 有一個餐桌嘛 然後他每次東西 一回來就往餐桌放 一餐桌放 一直放... 怎麼可能 真的 他一直放... 因為就一直披在那個椅子上 因為披越多件...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好 那我也不講 然後一個禮拜 然後一個禮拜我就想說 都不要講 看他自己會不會去 把他東西去歸位去放好 他從來不做那些事情 然後到後面我就真的生氣了 我就說拜託你把你的東西 放回你的更衣室 然後把你的衣服 掛回你的更衣室可以嗎 還是沒有動啊 對啊 然後就好啦 所以就變這樣 就那個他不弄 然後我就要把他的東西 全部收收收 我就拿他的兵衣出去 放在那裡 我把門關起來 他還要打開來就說 你為什麼都要堆在地上堆小箱 我就想說我還沒整理 不要念啊 因為就像修藏櫃的道理 就是說你把門關了 你什麼都看不見 可是我老公也把那個 修藏櫃的門打開說 裡面怎麼那麼亂 我說可是那是裡面啊 裡面就是你不用打開的東西 你就不用打開來看他 對啊 所以 打得開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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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維PASS的程度 另做人都傻眼囉 台北市的房子喔 他們家居然沒有 是 是 在 感谢观看